最近啊有花也跟我反映说它的君子兰的根系竟然从叶片这个部位啊往上涨了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你长期没有更换花土 盆土长期没有更换了土壤透气性逆水性非常的差 根系呢没有足够的氧气往下涨 它就会往透气性比较好的地方也就是往上涨了 所以呢我们一般君子兰大概一年就要更换一次花土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栽种的过深 君子兰栽种的过深呢它的这个甲宁镜这个部位啊全部埋进去了对不对 埋进去之后呢它的根系就会从这个叶片这个部位呢生长出来 所以栽种君子兰不能栽种了过深也不能栽种了过浅 基本上能够重稳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点原因呢就是我们更换花土不及时 也就是久没更换花土了 那么甲宁镜的部位呢它就会往上移 往上移之后呢 这个根系啊它自然也会往上涨 也就会从这个叶片中间涨出来 所以我们更换花土啊也是很关键的 一定要在春季或是秋季给你的君子兰更换一次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见 也就是我们下期见的 而且这里切开的